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8月4日 现在看来针对佩洛西访台 这是中国军方能够采取的最大的动作 就是搞了一次军事演习在台湾周围的海面上 搞演习 官方的说法叫远训 发明了一个新名词 为了避讳 要不提习这个字 中国古代皇帝避讳也不避信的 只是避名字而已 新时代的避讳是连信 也要避的避古代还要厉害 胡锡进对这次的军事演习非常的激动 他说这一次解放军的导弹 首次是穿越了台湾的上空 那可是爱国这导弹密集的空域啊 是历史性的穿越 是震撼性的穿越 是一个里程碑 胡锡进没有告诉大家的是 那个导弹穿越的时候 距离台湾的地面有200多公里 距离地面100公里以上 那就属于外太空的 已经出了大气层了 那外太空是不被当作是领空的 穿越的时候对地面呢 也没有任何的危险的 所以台湾当然不会发射爱国这导弹 要去拦截了 那不浪费钱吗 以前朝鲜发射导弹的时候 也穿越了日本上面的外太空的 掉到了海里去的 那日本也没有说 因此去拦截它了 所以像这种导弹穿越外太空 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 不值得吹的 如果这叫历史性的传越 中国以前卫星太空站 也早传越了台湾上面的外太空的 那怎么当时不吹息 已经是实现的历史性的传越了呢 那胡锡进还说了 这次的演习证明了 解放军有封锁台湾的能力 让全世界人民 让台湾人民看清了 解放军随时可以封锁台湾岛的 你如果看官方 中国官方公布出来的演习的图 可以看到好像 说要进行演习的那些区域 把台湾给包围住了 这可能就是要让大家 有这么一个印象 以为呢 是不是解放军的舰队要开到那里 所以才能够实行封锁 其实不是 那些画出来的那些区域呢 只是表明说导弹 有可能打到那里而已 导弹能够打到的地方 就算是能够进行封锁了吗 那样的话封锁未免太容易了 这发射的十几枚导弹 有五枚呢 还调到了日本专属经济区 所以日本政府还向中国政府 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要求 说立即停止军事演习 那么导弹打到了日本 经济水域去了 是不是也证明了 中国也有封锁日本的能力呢 像这种军事远习 实际上呢 也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打嘴炮 因为不敢真的打 所以呢 只是演一出戏而已 看能不能把台湾人民给吓住 但是呢 也没有真的说被吓住了 至少台湾的股市 并没有说大跌 还不像中国大陆的股市 跌得那么惨的 以前的这种戏也演过的 在1996年的时候 当时呢 中国政府为了报复李登辉访问美国 也在台湾海峡 得了一次军事演习的 也想吓唬台湾人民的 结果呢 效果呢 是适得其反的 李登辉呢 反而呢 高票 获得了连任的 所以这次的效果 如果有的话 也会是 适得其反的 当然搞这种 军事演习 它的最主要的目的 可能呢 还是为了演一出戏 来给大陆人民看 来给大陆人民 打鸡血 就本来呢 这一次的军事演习 规模空前 比1996年 这个大多了 本来呢 这种打鸡血 也许呢 还是会有 很好的效果的 但是呢 这一次呢 大陆人民的胃口 都被胡锡进这帮人 给吊起来了 都以为呢 我解放军 会派战局 去扮飞 佩罗西的座机 甚至呢 有可能 要把佩罗西的座机 给打下来 结果呢 什么 也没发生 就等到人家佩罗西 走了以后呢 再来演 这么一出戏 这样的话 这个打鸡血的 效果呢 就大打折扣了 我看到很多人 都在嘲笑 这个是在炸鱼 不仅炸了台湾的鱼 我把日本的鱼 也给炸了 只要有一点 外交常识 有一点脑子 那就知道呢 中国军方是绝对 不敢 说派飞机 去扮飞 佩罗西坐机 更不敢 说发射导弹 把他的坐机 给打下来的 因为 这是一种 不宣而战的 战争行为 而且呢 是刺杀 别的国家的 领导人 刺杀的 还是邦交国的 国家领导人的 还不是说 处于 这种战争状态的 国家的领导人的 给中国军方的 一百个胆 绝对说 不敢主动 向美国 发起战争的 因为 中美之间的 军事实力 相差太大了 谁都知道 中国大陆之所以 没有什么靠武力 去统一台湾 那就是因为担心 美国会干预的 如果说 没有美国存在的话 中国的军队 早就打到台湾去了 那么胡锡进 他好歹呢 也是当过 环球时报的 总编的 那不可能 没有这点 常识啊 那么他为什么 还在那里 煽动 说要 打下 佩洛西的 坐机呢 他现在的说法呢 说他是在 虚张绅士 看能不能把 佩洛西 吓到不敢放台 这不是把 佩洛西 当成了三岁的 小孩 以为说 这么吓一下 就会把他 吓坏了 其实 真实的原因呢 我觉得有两个 一个呢 就是我以前的 节目里头 已经谈到了 像胡锡进 他们这帮 战狼 是有一种 侥幸心理的 这种投机 心理 因为佩洛西 一直呢 那就没有 确认 那他会访问台湾 访问台湾的消息 是被媒体 捅出来的 那不一定 是真的 也许他没有 这样的计划 也许他有 这样的计划 但是呢 会因为 种种的原因 然后改变了 最终呢 没有去台湾 这样的话呢 胡锡进 他们呢 就可以吹嘘 我是被我们 给吓得不敢 去台湾了 这样呢 胡锡进就可以说 我为中国立了 打工了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 为了流量 胡锡进 现在呢 是断然的 否认 他有这种 流量变现的 动机的 这个呢 他是没有 说真话的 因为 在 胡锡进的 公众号 还有 他的视频号 的背后呢 都是 由一家公司 在操办的 这家公司的 老板 叫做 饶警 他就去年 曾经被指控 是 涉嫌强奸的 但他 啥事都没有 就是因为 他是一个 大五毛 那背后呢 还有网信办的 那 然后把 胡锡进 这些所谓的 爱国正能量 都给 招揽过去了 办了一个 这种商业公司 以盈利为目的的 商业公司 那么呢 当然了 就是为了赚钱 那 所以 有流量 那就是 能够 带来 钱 那 即使 带不来 钱 那 胡锡进 也很在乎 这个关注度的 那 比如说 他 在推特上 他是赚不了 钱的 但是呢 他就 不久前 才炫耀说 他管理 佩洛西的 这些 推文 在 外 网 他指的是推特了 关注度 很高 他被关注的 最多的 就是那条 威胁 要打下 佩洛西 坐机的 推文 当时呢 世界各大媒体 都做了报道 让胡锡进 在国际上 出了大名的 胡锡进 这次呢 虽然在国际上 出了云 但那 出的是臭云 是像恐怖分子 那样的臭云 而且他扬言 说要打下 佩洛西的 坐机 这个呢 实际上 就是在 煽动 恐怖 袭击 是违反了 推特的 规定的 所以呢 推特后来呢 就以此为由 把胡锡进的号 给暂时锁住了 要他承认错误 自己删了 那条推文 再把号给解开 那么胡锡进 为了 这个在外网的 关注度呢 那就 只好承认 自己 是错误了 然后 把那条推文 给删了 胡锡进 他曾经说 他说 他不是一个人 在他背后 还有千百万 中国爱国网友 他本来的意思 是要强调说 他不只是 代表一个人的 但是呢 因为表述不清楚 就产生了奇异 很多人呢 都在嘲笑他 他 说他承认了 自己不是人 那 这种口误呢 就有时候 能够反映出 真实的情况 因为 区分 一个人 是不是人的 一个标志 就是 看他有没有 这种 共情心 能不能 设身 处地的 替别人 着想 能不能 换位 思考 如果这件事 我们换位 思考一下 大家想一想 如果 美国 有一个 有官方背景的 评论员 扬言 说要 打下 中国国家 领导人的 坐机 那么 会产生 什么样的 后果呢 那肯定 是 中国的 网络 整个 就 炸了 都 群情 激昂 中国政府 肯定 会去抗议 这种 反华 入华的 言论 对不对 但是呢 对于 胡锡进的 这种 扬言 要打下 美国 众议院议长的 坐机 的 言论 其实 让美国的 政府 当然 不把他 当回事了 美国人 平台 只是把他 当一个 笑话 来看 就没有 那么 玻璃心 而已 那 胡锡进 也许会 狡辩 说他 并不 代表 中国 官方 他已经 退休了 但是 他退休了 也还是一个 天级干部 如果 他不 代表 中国官方 的话 至少 也是 获得了 中国官方 的 支持 默许 纵容 否则的话 他那样的 言论 怎么可能 在中国的 网络上 发出来 早就 被删帖 被禁言 对不对 好 今天的节目 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 再见 天 sogenan 论